有一個人愛嬌的人數 直到在大小小的補兜在壓嬌 壓嬌的時 在臨道二十四點五公里的所在 有發現三個陷阱 裡面有五隻保養你的嬌 冠軍通報警方 還有當時的臨關處 臨關處是表示 剛才有抓到違法的人 一定會上法班 上當會遇到五年 有機途徑 鐵畫廠裡面放到過兒的幼步龍 最小一看 裡面都已經有這麼多被困住了 民眾今年通報警方正來救完 我有三個鳥 然後鳥籠裡面都有一隻 幼步的鳥在那裡 然後其中兩隻是黃山犬 一隻是清背山犬 那個鳥籠看起來都不是新的 所以相信這個行為 可能那個捕捉的人 可能以前就有做過 這個月日到後 電線是跟一頂愛照的人數 整容大學生來去照顧的形態 不過在大學山頂多 22.5公里處 發現補甲的腳 掛了過兒的幼步龍 裡面有四隻是清背山雀 還有一隻黃山雀 特別是特有牙種和保養的流鳥 有一些鳥店它會違法的販賣一些 就是不當管道獲取的鳥兒 當時林冠處的蝴光園和健鋒 把幼步龍聽下來 看看這些蝶子 並沒有受傷當中壓風 也將幼步龍和消費 派鳥咀嚕布表示 當天在那裡有過境的蝴鳥 流鳥也會牽涉到中間海拔 它屬於較為性的拉波 當時林冠處表示 當時林冠處表示 將會加強大雪山林冠處的 孫兼工作也會有民眾 那是否會非壞 騷擾 甚至是裂胎 所有和這台拉波 野生動物都會快點來通報救援 記者台中中學報道